早晨晚安 大家好 又是我Norman 經歷過這個凍度鎮的一月之後 遊戲界終於陸續進入破冰期 來到二月 各方的大作都開始陸續推出 如果大家不知道有什麼好玩的話 我今次又幫大家選了八款 我個人相當推薦的作品 希望可以幫到有選擇困難症的大家 廢話少說 開始正片吧 近年就相當流行一些互動式的電影遊戲 就像Dishon Become Human之旅 而我們今次要介紹的飛月十三號 就是改編至真實的楊永信事件 大家所扮演的張揚就好像經常打過頭 就被媽媽送到教育中心上網 誰知道原來這裡所謂的治療 其實就是用一些非人的方式去對待你 不是罰你坐電衣就看罰 再加上用一些洗腦教育的方式去強迫你就範 但外面的人其實不是同流合污 就對入面的事情毫不知情 大家就會因為自己的選擇 有可能會令到張揚成為校長的走狗 乖乖地離開學校 或者帶領其他學生一起反過學校 展開一場大冒險 在玩法上除了看完劇情按選擇之外 還會有3D場景探索 推理加上QTE等等的玩法 劇情以後拍攝水準都是誠意無悶 而一隻遊戲上半部分加上下半部分都是90元 在我介紹之前已經玩完了上半部分 玩下去都是一款值得一玩的作品 如果你喜歡包索這類反烏托邦娘的RPG的話 這款即將推出的原子之心 就是以科技過度發展的蘇聯作為舞台 機械人就突然叛變了人類 玩家在遊戲中就會扮演成為P3少教特務 帶著可以放出超能力的手套 加上各種各樣的槍械BB 以爽快的戰鬥和角色各樣的喪屍 咦等等 跑得那麼快你竟然跟我說那隻機械人 在這個充滿科技感的未來都市中哭索 在阻止機械人的同時 當又找出背後的真相 試圖阻止大災難的發生 是我看完宣傳片後 個人普遍期待的作品之一 人中之龍近期就陸續將作品以極版的方式重製 當中在九年前推出 遊戲性又被稱為最高的維新 將會遲遲未有中文版 令它在中文圈的玩家裡面 未必是最受關注的作品 隨著今次的重製 人中之龍維新極就正式帶來了中文化 維新以莫末的京都作為舞台 本來的角色 將會以相同樣貌貫相歷史人物的樣 例如同身一馬就會變成版本龍馬 唐刀大吳就會得穿慶氣等等 同時作為重製版本 當然會多了不少新內容 例如在原版裡面 在限定情況下使用了對視技能 在今集也可為直接使用 並加入了在第七集的春日一番等等的角色 在遊戲裡面使出了龜波氣功等 搞笑招式相當搞鬼 同時在卡拉OK部分 也加入了人中系列最經典的 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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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遊戲的賣點主要在故事的手法上 第二集的舞台將會帶到索里斯蒂亞身上 同樣有八個看起來沒什麼關係的角色 讓玩家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攻略他們的故事 最後並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將他們串連在一起 同時這遊戲為了解決回合制RPG作業感過重的問題 本作在戰鬥部分也落足心機 很多需要玩家自己想的位置 以上種種的因素令第一集 可以用Switch平台上非玩不可的RPG作品 不過以近年Square Enix的表現來說 大家有目共睹吧 建議大家在推出後觀望一下值不值得購買 Mont Hunt推出多年以來 各大廠商都推出自家的遊戲來挑戰它的地位 但可惜當無功而回 而今次的挑戰者就是由EA二合真三國無雙開發的團隊 合作推出的新作《狂野之心》 就以日本封建時代作為背景 玩家又將會扮演成為最多三人一組的獵人 以及各種充滿奇幻風格的日本妖怪化獸來戰鬥 從目前釋出的畫面就有羅撒 天照手EA和藍金虎等融合了自然EA和動物特徵的敵人 單體玩法其實和多年前推出的《土鬼傳》十分相似 而遊戲中也有者日落超系統 可以讓大家者去建造一些陷阱、烏城門 甚至是車胎去抗衡強大的敵人 畫面在內就相當之華麗 值得一提《狂野之心》也支援跨平台連線 就算是交換機和PC在不同平台買到遊戲的玩家 都可以一起連機圖繞 如果今個月想要多人連線遊戲 他就是覆蓋關注的作品 PSVR2即將會在月底推出 以作為護航作品的《Horizon Call of the Mountain》 早前試玩過之後就決定列入今次最值得推薦的作品之一 在遊戲中大家將會扮演成為俘虜的戰士里亞斯 在移送途中突然被人襲擊 之後你就拿著弓去展開他的絕地求生 在PSVR也在加持之下 不但畫面十分精細 同時在體感那裡也會有豐富的物境互動 將他比喻成為PS平台上的《Half-Light Alice》 也絕對不過份 不過他入手門檻就稍為頗高 需要大家先有PS5 再買PSVR2 再買完遊戲 說實話如果從零開始的話 價錢也滿貴 用更詳細的介紹 都可以看回上次PSVR2的試玩介紹 在2011年推出的《星之卡比V》 經過內容入畫面升級之後 將會到豪華版的名號再設歸到Switch平台上 遊戲本身最多支援四個人玩 大家可以操作到卡比 滴滴滴大王等等的角色合作通關 而卡比的複製能力除了老生常談的劍 鞭、鞭、火等等之外 今集也多幫人加入裝甲 以及砂紙等等的新能力 多人部分玩上來相當歡樂 除了本身的闖關部分之外 而當你們玩到門的時候 更加可以去這個熱鬧魔法洛亞樂園 內間就有10款小遊戲給大家放鬆 讓大家玩完之後更加友誼永固 整體來說就是一款 不論男女老友都很開心玩的作品 如果你家裡正正有小朋友 在煩今個月要買什麼新遊戲給他 那買這款就最適合了 最後一款也是2月最受關注的作品 霍格華之的傳承 改編自哈里波特的開放世界RPG 這遊戲在未正式推出之前 它的皮革打人數更加超越了不少遊戲的銷量 可見霍格華之的熱鬥也有多誇張 在這遊戲裡面大家可以創作自己的角色 它一定要進入什麼學院去展開你的巫師故事 單單是可以自由使用哈里波特裡面的魔法 或者可以騎著掃把自由探索整個霍格華之 對於我們這班自小看電影或者小說掌大麻瓜 聽完這個描述就已經相當興奮了 根據官方的介紹 霍格華之將會是一款以劇情為主的動作RPG 在事件的大動之下 大家就將會知道魔法世界黑暗的一面 除了需要正常翻學之外 更加有可能會跟哥布林或黑暗巫師等邪惡勢力戰鬥 同時這遊戲持有多線性的劇情 會因為自己完成了不同的主線或支線 令到遊戲中的人物生死或最終結局有所影響 令到你在每次重玩的時候 這遊戲的體驗都不同 但第一次的主線部分已經超過40個小時 可見這遊戲內玩程度相當高 霍格華只是傳承將為2月10日正式推出 假如你是馬豪華版的玩家 就提早3天 即2月7日當日就正式玩 如果你正在煩惱或擔心這遊戲玩會有伏 在2月7日晚上9點 我們都會在YouTube試玩這款史詩級大作 有興趣的朋友就記得不要錯過了 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2月最值得玩的遊戲可以推薦給大家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Roman 我以後會不定期製作更多 跟遊戲玩樂相關的內容 所有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Like&Shar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小鈴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凡鬆 因此 呢 臃